賴清德他跳出來 這麼一跳出來之後 他要跟蔡英文PK了 可是他這時候 還呼籲黨內的人 不要選邊站 花媽馬上選邊站了 曾文蔡也選邊站 這些新潮流全部站在 蔡英文的旁邊了 可是新潮流是一個紀律 嚴明的一個流派 可是他們難不成 不知道賴清德要出來嗎 還是說反正你賴清德 當了總統也是我新潮流的 你蔡英文上的總統位置 也是我新潮流的 對 立剛兄我跟他解釋 這個是網路的一個綽號 叫做柯三千 什麼意思 就是柯文哲 贏了丁守中三千票 所以柯文哲現在在網路 很多網友的戲算 他叫柯三千 其實丁守中是輸得很冤枉 他不是輸給柯文哲 他是輸給中選會 所以這個丁守中才是冤枉 最新的名字叫賴三千 郭國文贏謝龍介 也是三千 賴清德是賴三千 我昨天跟林俊憲委員通台 他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我問林委員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台南第二選區的補選 是謝龍介贏了 賴清德會不會去領票 林俊憲委員說不一定 那就有變數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釋說 這個三千 不是要去笑賴清德 也不是要去笑柯文哲 我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三千的遺憾 你看差三千票差多少 即便民進黨執政這麼的差 可是在陳水扁的呼喚 賴清德的敗票之下 還有那個基本盤 那個基本盤其實很難撼動的 所以我的意思 我們看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你看龍介那邊網路的進去 在我們的農選辦公室 賴清德 我不感動在心中 其實謝龍介現在影響力 跟他的這個地名都 跟他服選 他已經是全國性的 所以我的建議 我建議 因為他屢敗屢戰 我建議國民黨把謝龍介列 在不分區立委的安全名單 然後只讓他當兩年 為什麼 兩年之後他去跟黃偉澤選 台南市長 國民黨因為 願意再監獻選去更運的人 其實不多了 大家都想去搶那個大安區 因為江南新透到不選 大安區這麼懶 大家都想 其實我這樣不說白 第二點 我還有第二個建議 我給他看 這個是金庸的這個小說 有什麼叫做《倚天屠龍記》 武林至尊保刀屠龍 這對屠龍刀 號令天下莫感不從 倚天不出誰與真風 就是講屠龍刀跟倚天劍 這什麼意思 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是兩個 剛剛韓民雄分析民主黨 如果是兩個很厲害的 總統候選人 他們在爭奪黨內的提名 那我樂觀其成 可是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這兩個是倚天劍跟屠龍刀嗎 賴清德跟蔡英文是倚天屠龍嗎 不是 是兩把菜刀 你們兩個做得不好的說 我要選 我要選 你讓我選完了 你們在吵什麼 如果你們做得很好 去年九合一怎麼會大敗 如果你做得很好 你現在民調 為什麼穩穩的落後給韓國瑜 你剛剛說我們現在從 農曆順街有八個民調 我連孤寬民的民調 我也給他算進去 雖然他非常的挺賴清德 我也不介意 你也知道八個民調 每個民調的調查方法 抽樣 加全 調查時間都不一樣 你不能把八個 譬如說鳳梨跟火龍狗 你不能把他拿在一起比 這很正常 可是八個民調 我總的來說 TOTALLY第一名是韓國瑜 第二名是柯文哲 這大家都沒意見 雖然我對柯市長很多意見 可是他民調就是第二名 我也沒辦法 穩居第三 第四 甚至最後一名的 不就是你賴清德跟蔡英文嗎 是 你們兩個民調 穩穩的落後給柯P 也穩穩的落後給韓市長的人 你們兩個在搶總統的提名 在我看來是兩把菜刀在打來打去 你們不是倚天 也不是屠龍 我建議大家 如果蔡跟黛你只能二選一 因為他可能是對比式民調 也有可能是互比式的民調 他們還沒敲好 還沒協調好 如果只能蔡跟黛二選一 兩害相權取其親 我建議觀眾朋友 你要支持蔡總統 為什麼 我的理由當我的結論 因為賴清德這種人 沒有江湖道義 人情意義他都不懂 蔡總統把你責備成這樣 你現在要出來自己選 你這樣沒意思 我跟蔡總統根本不認識 他也沒什麼都沒有 我是講這個心裡話 而且賴清德的 獨派的色彩太明顯了 如果他不小心當選 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那是災難 蔡總統我也很不滿意 我說如果兩個 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我推薦大家支持蔡總統 現在這個時候 在新潮流裡面 許多人都站到了 小英的旁邊去了 這是否代表說 你擁有這個資源的人 才是老大 搞不定民進黨也派上 我們就是出英文 這不用責任 不用責任 他多少錢 他不這樣炒不行 民進黨不這樣炒不行 這已經是火要發火 你怎麼知道要發火 各位好朋友 你們冷靜把火箱 民進黨他對一個人最厲害 選舉 他的選舉就是你突出這個賬款 他要來的就是賬款 擁有這個款式 他可以抵到 他要想的那些 那些八丁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最經歷就好了 熱情 你有聽到嗎 神 他說熱情 我不知道這個神怎麼做出來 全台灣 收錠 你記得人民發生問題 希望今天兩個收錠沒事情 一個就是台南外青町 一個就是高雄産局 你知道嗎 靠那個 東高月 登高到四百萬的 收錠安源主宰沒事情 全世界 剛才今天民進黨在接種 民進黨在接種 有可能這樣而已 你就國民黨不會選舉 對不對 你敢想說 那個高雄市 登高到四百萬人 你敢想說台南東高月 四百萬人 他們不但沒事情 更安源主宰 然後高雄市 越來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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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今天我們台灣的特色 這個為何要這樣 民進黨要選舉 民進黨要操控 所以民進黨要整款斷議 可以互相互報 所以搞不好上蔡英文 絕對蔡英文出山 他們沒有管理 蔡英文編調多成績出來選總統 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是你說 你把你台灣人聲鬧 你民進黨要懷疑 他真正要出來選總統 他眼睛看到 韓國的這個聲勢 國民黨韓國的這個聲勢 韓國的這個聲勢 他們會怕嗎 他們會怕 他們現在要怎麼拚 他們經濟議題 他們沒有在那邊拚 騙我們台灣人 回到國民黨就是 讓中國平均他 讓中國吃他 對不對 他們還知道 你要回到民進黨 過台灣 我們都替你過台灣 過一堆 過一堆 我看國民在那邊 有台灣人對一堆好給你跟我說 對一堆好給你跟我說 剛才他的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 不然他們在做官 行政院長在做 總統他們在做 管理長院長在做 當然 是 有可能他們吃的飽 好朋友 你們如果你看電視 你要改善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的兄弟 再看我的 拜託金的請 通常不要打 拚經濟 經濟到拚下去 你看他要打什麼拚 我不會騙你 民進黨如果沒有 都要給他拚抬 台灣 大家就比哀了 韓國瑜上任這兩三個月來 韓國瑜對媒體都很客氣 結果韓國瑜今天居然生氣 你知道 連媒體聯訪他都不願意接受 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們來看看 真是第一次發脾氣 我希望共同市政府 從市長本人開始往前衝 每一個官員 大家能夠一條心 而不是在開會的時候 翹個二郎腿 全身抖來抖去 東張西望 那個感覺在夏威夷海灘度假 不是開市政會議 原來是環保局的副旅長 這個謝廷松 他當時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就在那邊翹個二郎腿 然後再晃來晃去 結果韓國瑜可能是軍人出身 軍官學校看下面的人這樣子 看不慣 就當場怒視他 而且還叫他寫報告 所以你看 韓國瑜其實對市政的很多 細節還是很在乎的 他對細節的在乎 其實從另外一個地方 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知道什麼地方嗎 就是前天他不是跟那個 廣東潮州那個聯督公司 不是要簽一個 兩億人民幣的這個合約嗎 結果在簽合約的時候 大家在看 人家董事長在講話 你看韓國瑜在幹什麼 他就這樣 水果被他見面 他開始一個一個把他喬正 擺水果 對 把他喬正 正常來講 這個當然是一般的助理 或是行政人員在做的事情 可是韓國瑜剛好坐在那邊 他就趕快去把這些東西都喬好 想要讓他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所以韓國瑜看起來 好像有的時候大勒勒的 其實你看 他還是有一些細心的一面 但是人會不會犯錯 當然會犯錯 比如說他在介紹 高雄十款精選蔬果的時候 他就介紹其餐絲瓜的時候 他順口就講成不瓦 我們知道不瓦其實是護瓜 不是絲瓜 韓國瑜自己也馬上發現這個錯誤 他馬上更正了 所以絲瓜不是不瓦 不是護瓜 可是綠媒馬上大做文章 你看賣菜狼韓國瑜 誤把絲瓜當護瓜 人難免都會犯錯 故意在譏諷他說 你不是說你是賣菜狼 結果連菜都分不清楚 人家現場更正 這個又算什麼了 然後之前不是全聯說 他要買那個 有高雄月 要買2000噸的高雄蔬果嗎 結果馬上有綠營吃味 跳出來說 你怎麼可以只買高雄了 那其他縣是怎麼辦 結果全聯馬上出來解釋 我是輪流的 我沒有獨厚高雄 我一個月賣一種 賣一個不同地方水果不行嗎 有必要這麼計較嗎 然後大家記得的話 之前韓國瑜把蔬果 賣到新加坡去 馬上我好像就說 你在新加坡那個 一個禮拜不到這邊 你要下架 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就是賣光了 你看現在補貨上來了 滿滿的貨在裡面 高雄首選 看到沒有 整個又賣的 又這樣 貨的全部都補滿了 所以真的不要自己 用腦譜去解釋 目的只是為了要去 奚落韓國瑜 但是我也必須講 現在看起來 賴信德跳出來 國民黨內看起來 越來越多人主義 是韓國瑜出來選 韓國瑜對他來講 其實現在黨他前面的路 越來越少 因為連朱立倫好像最近都鬆口說 如果情勢是這樣的話 他要當他副手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他願意 願意屈居為副總統 那對韓國瑜來講 他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市政做好 你市政做好 如果能夠獲得高雄市民的肯定 就會獲得台灣人的肯定 那才有資格 出來競選2020的總統 你說街新聞 很簡單 我請教全國的好朋友 韓國做市長之後 韓國有兩個特色 我記得韓國有兩個特色 韓國有兩個特色 記得好 他第一個特色就是怎麼樣 他要民主怕輸 他說出來就是要做得到 他今天怕輸 怕輸 所以這個民主很強 所以他要拚經濟 他就是要拚經濟 你看看他要動選市長之後 他拚的經濟 拚賣的東西 過去民主都這樣接近幾十年來 沒有在調議的 沒有一個做得到的 但是韓國還沒到三個月 我早上是八十五天 八十六天而已 他就沒到三個月 他就做出這個成績來 你想想 人家這樣好不容易 替我們台灣這些農民 去拚這個外國的市場 那些東西很低 賣掉去 你跟人家說 人家下車 誰下車 人家那些東西擺出來 賣掉了就賣掉了 你說人家下車 人家現在沒有 人家補去補去補去 補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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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款新聞 這不是假新聞嗎 你NCC在關什麼 你關在哪裡 你當全國的人都傻白 都傻人 都讓你們這裡操控 所以我常常跟你們說 國民黨 靠靠選機的 國民黨 不能這樣傻白 不要這樣傻白 看了一下民族 你傻白 你自己檢討 輸人就主動拿 不要他傻白 你如果為了台灣國民黨 你自己要拿的人就只能拿掉 我現在不是你幫你手碎 裸青筒 你就要好愛的人 你教一個長床的A.A.A. 不是太用而已 選手要翻床的人比 你說你要比誰 比這個 網路的誰 那是不知道要怎麼比什麼 台灣人還說用那顆比雞腿 用這顆比雞腿 這樣才有 這樣又不夠清楚了 有 有清楚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 你用設計 你用魚人 在這裡的門擠你操控 你用操控 我們一四人就在這裡滾滾滾 滾一台過一台 一台過一台 我們四條會 換我們的鞋子還用滾 我們一台過一台 我們讓這裡操控 讓這幾個人要操控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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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